受访时事评论员表示 我国社会对政治人物的价值观仍持有保守态度 是的 那么陶色风波对两党都有一定的影响 评论员也认为两党可聚焦民生课题 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 政治评论员梁振雄博士认为 工人党突然折损两名较知名党员 对反对党的冲击比同样面临陶色风波的人民行动党来得大 下一届大选对工人党有一定的挑战 因为很重要是他要怎么样去 从事新加坡人对工人党这个信任和信心 怎么样去更好地去管束这个党的纪律 那么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渡期间 怎么样去继续招揽能够代表工人党 这个优秀的候选人 时事评论员陈庆文副教授指出 确实有年轻人和自由主义者认为 事件不可取但属于私人的问题 不过他相信多数人对政治人物仍有更高要求 至于两党接下来该如何努力弥补这些事件 带来的负面冲击 梁振雄表示 两党可以从民生课题着手 生活会上涨 工作不稳定 房屋 教育 医疗 这种种的课题 其实在最近这几年对新加坡国人 是很大的一个负担 无论是反对党还是执政党 怎么样去在未来的这几年内 怎么样去帮助国人应对这些种种 生活上的这些课题 比较实际